杨子 在采访中,肖战被问到最喜欢的镜头,他说是顾卫和灵芝笑,带着他们的宝宝在草原上奔跑的镜头,剧的最后出现了,真的很美好啊,余生请多指教虽然收官了,但其常委效应还是很明显的,目前余生在平台的播放量还在稳步增长中,目前已经突破了30亿,并且,饰演顾卫的肖战在剧收官后一天还涨粉了7万家,剧播时,观众喊出了一户一味的有趣口号, 前不久,肖战用了特别的方式帮助观众实现一户一味,短视频平台上,肖战更新了顾卫早上帮爱人准备早餐并背包上班的日常,剧虽然收官了,但相关采访亦在陆续释出最新入戏专访中,肖战谈到了余生中印象最深刻的戏,是印象最深刻的,肖战形容顾卫是温暖,责任和小闷骚, 其实小闷骚这一点对比顾卫谈恋爱前后的对比变化,就可以看出来了,虽然顾卫和肖战有很多相似之处,但肖战也谈到了最不像的地方,那就是在一些事情上自己会更加果断。 谈到好演员时,肖战发出了一个疑问,什么样的演员算好,被大众喜欢的演员还是有一种孤独感当演员,其实这是无法定义的,对于肖战自己而言,肖战说,我希望成为一个能被大家喜爱的演员,我觉得演员是要传递出自己想要传达给观众的能量或者态度,但是我觉得能被大家喜欢,是我想要做到的,无疑,肖战正在朝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前行。 感谢观看